Hello 大家好,今次這部影片就想說一下Pocket 1裡面關東的升級路線和每天要打的訓練師有什麼 首先一開始就來到常盤市,常盤市有一個訓練家可以打 之後就來到枯葉鎮,在枯葉鎮近著碼頭,右手邊有兩個訓練家在海邊,這兩個都可以打 之後就去到鎮的右上角,右上角都有一個訓練家可以打,三個 之後就來到11號道路,11號道路裡面都會有三個訓練家可以給你每天都會打 但就留意這個就是鋼屬比較多,就是這個小池怪 然後就來到這個11號道路或者枯葉鎮的下面,這個地區是他這遊戲自己新增的一個區域 就有大概六個訓練家可以打,有一個就由於太強所以我沒有打 為什麼太強呢?因為他是用三打三的形式,而且他的精靈都不是弱勢的精靈 之後就是日常任務,這些都沒什麼特別 接著我們來到這個就是紫園鎮,紫園鎮裡面就在右手邊有一個地方是墓地 去到墓地之後按最後一個墓碑,就會傳送到另一個次元 在這個次元裡面就會有一些阿伯阿婆那些可以打的訓練家 其實紫園鎮墓地裡面也有一個比較強的,但我也是沒有打的 好,然後來到就是淺紅市 在淺紅市的下面的水域有十個訓練家可以打的 只要他的名字寫著游泳的人就可以打了 大家可以數一下夠不夠十個,如果夠十個我們就可以去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紅年島 還有就是一些軍沙日常,淺紅市的軍沙日常,沒什麼特別 十號道路的軍沙日常 這些大家只要記得軍沙那個人站在哪些城樓就可以了 很簡單 之後就在九號道路向上 就會去到這個遊戲新增的一個新區域,就叫衛南谷 在這個衛南谷裡面都有兩個游泳的訓練家可以去挑戰的每天 然後這個遊戲,不是這個地方是有一些支線任務的 以下那些就要你選擇支線才可以進入 就是這個衛南谷的遺跡 還有這個衛南谷的燈塔 這個都是需要解到支線才可以進來的 另外的就是這個衛南谷遺跡的每日副本 這個BOSS的三打模式 衛南谷裡面還有兩個人可以打的 我這裡也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最後就是超夢夢的每日副本 大致上關東每日可以打的訓練師就是這麼多 基本上有近八成都會在這條影片看到 另外那兩成就可能是 我沒有展示或者是太厲害了 OK? 下一次我將會推出更多關於Pokemon的資訊 以及攻略的情報 如果你有玩Pokemon 或者對Pokemon的資訊有興趣的話 不妨按訂閱 或者影片按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